封城加上城决定了愚蠢的战术之后 纵将领也不得不开始执行自己的任务 后腾基刺 真田姓村 毛利圣勇把酒化别 约定第二天凌晨在悼名寺会合共同伏击得川军 然后真田和毛利就返回了天王四镇地 后腾基刺独自做出征准备 结果天宫不作美 当天晚上吓起了大雾 毛利和真田两队在集合过程中出现了混乱 再加上对当地地理不熟 行军十分缓慢 所以当他们赶到小枫山的时候 后腾基刺已经战死了 说起来后腾基刺也是时运不济 本来战局开始的时候他碰到了伊达家的铁炮马队 依然取得了优势 但不幸的是在战斗中他被铁炮击中罪马 无力再战 只能找了个部下来戒错 可谓英雄无处发挥 在他死之后 真田姓村和毛利圣勇才姗姗来持 有一种说法是 真田和毛利两军的持到 是后腾基刺战死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后来的战况来看 即使真田和毛利两军及时赶到 其实仍不能扭转战局 这是一场绝对不平衡战斗 大半方最多只是能击败德川军的先头部队 绝不可能达到像之前想象的一样 一举击毙德川家康的目的 至于指责真田姓村是因为本身不看好后腾基刺的计划 而故意持到保存实力的说法 应该是忘传 一些史料记载 当时得知后腾战死之后 真田姓村说 我要是像后腾那样突击 就这样战死了多好 当时还是毛利圣勇劝为他说 迟到并不是你的错 如果鲁满的战死无惧于事 不如明日在修赖宫面前奋战致死 方显英雄本色 可见无论是姓村还是毛利圣勇 得知后腾基刺战死之后 都立刻明白 之后会发生的只可能是异常艰难的战斗 而且他自己也难逃一死 只是死法不同罢了 不过真田姓村并不甘心于就此迈退 他向小峰三方向进发 想接应前军的残兵 结果他就碰到了伊达家的先锋精锐部队 由片仓纲所率领的骑马铁炮队 对方是名阳天下的真田姓村 出身牛犊不怕虎 立刻就指挥部队进攻 由骑兵队 步兵队和骑铁炮队正面突袭 而步铁炮队则从两翼分散射击 面对着片仓部队的进攻势头 姓村命令部队后撤必其锋芒 待机接近之后再一起进攻 同时铁炮队向左右延伸 形成验行阵进行射击 双方展开混战 打成一种僵持性的局面 最后片仓家的部队因为是联系作战 士兵比较疲劳 为了避免昂贵的骑铁炮队受到过大的损失 片仓重刚下令撤出战场 曾田姓村本来想乘胜追击 然而德川家的真援部队已经赶到 而且他手下的部队损失也不小 于是他带队向西撤退 到了下午 从河内陆方向也传来了 封城家其他两军战败的消息 这样封城家各部队不得不向大阪城撤退 曾田姓村和毛利圣勇一起担任殿后的任务 德川联军人马也因为连续作战疲惫不堪 尚城下令禁止追击 封城军得以安然撤退 这期间 曾田姓村面对不敢追击的德川家联军 留下了豪言壮语说 关东雄兵百万 竟无好汉一人 这句话属实还是有点抄袭的嫌疑的 直到今天 当地某高中校哥的歌词引用词典 有一句 将官八州精兵敬败于此英雄 其一心传承至今 但即使曾田姓村和毛利圣勇 如何降才 如何英雄 都改变不了大阪一方已经到了山穷水晋 不得不背水一战的局面 决战的前夜 曾田姓村找到了封城家首席家老大爷智长 讨论封城秀赖的血统到底归于谁的问题 不是 是讲述自己最后的作战计划 其实已经没得选了 那就是全军出击 在天王寺于港山口一带与德川军正面决战 击破德川军先锋部队之后 由封城秀赖亲自出马 率领本镇 直入德川军大本营 一举击杀德川家康 在会谈中间毛利盛勇也加入了进来 对曾田姓村的计划表示了全盘支持 这个计划实际上和姓村最初提出来的计划 是一模一样的吧 但区别是 这个时候的封城家已经大大削弱了先锋战中取舍的可能性 尤其是丧失了后腾击刺这个指挥中枢 大爷智长同意了曾田姓村的这个计划 第二天天王四字战爆发 这是日本战国最后一次职业军队的大兵团决战 这一战封城家总兵力5万左右 德川联军则超过15万 曾田姓村和毛利盛勇率领了他们的部署 在天王四战场的最前沿布阵 曾田姓村的部队以骑兵为主 身穿红色的铠角 在战场的阳光下犹如烈火一般 这也是日本战国最后的赤贝铁骑 战斗首先在德川家的先锋 本多中朝的部队和毛利盛勇的部队之间展开 在战斗刚开始的时候 曾田姓村并没有急于加入战斗 而是按兵不动 因为他有明确的战术目标 那就是只取德川家康的向上人头 战打到这个份上 其实已经没得打了 但就是因为曾田姓村在这种条件下 竟然真的差点达到了这个目标 所以他成了日本战国最后一个名将 曾田姓村这个时候最希望的就是 封城秀赖能够率领大军出城 打出泰格封城秀吉威震天下的 金色千层葫芦帅齐 但很可惜 因为奠基茬茬的劝阻 秀赖放弃了亲自出马的念头 并且向德川方秘密派出了请降的使者 面对全军将士 曾田姓村仍然激昂的表示 秀赖公一定会亲自出马 他还派自己的儿子曾田姓长 作为使者回到大阪城去请封城秀赖出战 同时为了激励士气 他率领手下的赤背铁骑开始行动 就在曾田姓村开始进攻的时候 毛利盛勇已经击败了本多中朝的部队 突破了德川军在天王寺阵地的第一阵 正与第二阵和第三阵的各路诸侯激烈的混战 曾田姓村抓住这个机会 从混战的阵地背后绕过去 直接面对第二阵的主将松平中子本队 姓村手下这个时候一共是五千五百人 松平中子手下的部队是一万五千人 如此悬殊的数量比 曾田姓村依然是勇敢的冲入了松平本阵 而松平中子这边也是年轻气盛 打算在战场上证明自己 况且自己的部队在战斗力上也不处于下风 不过曾田姓村毕竟是打过硬仗的 刘范的多年也禁研究甲州兵法了 松平中子在他的面前实力还是过于悬殊 姓村甚至没有打算纠缠太久 打算尽快突破松平家的本阵 进而进攻德川家康的本阵 他派出忍者潜入松平军的后方散布谣言 说前野军已经投降了封城家 前野家的部队是后备军 而且正是在松平家部队的后面 而这个时候因为看到前方激战 前野军也正在开始向前移动 于是曾田姓村的留言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 松平中子的部队陷入了巨大的混乱 德川家康看到这种形式 知道不得不派出齐本军帮助中子收拾局面了 而曾田姓村就是为了这个机会 他沉积突破了松平军的阵地 直接杀入到了德川家康的本阵 德川家康本阵的兵马虽然也有15000人之多 但是一部分却帮助松平中子收拾局面 还有一部分则在阻挡毛利顺勇的攻势 这使得曾田姓村突如其来的进攻 没有受到太多的阻力 如同烈火燎原一般 曾田骑兵队杀入到了德川家康的本阵 士兵们四处逃散 这种情况下德川家康仓皇后侧 据说德川家康一时被逼到了身边 只剩下一名近视武士的窘迫状况 甚至已经在做切腹自杀的准备了 与此同时毛利顺勇也连战连胜 出入到了德川家康的本阵 与姓村配合在数倍于己的敌方阵地中反复突击 杀的是七进七出 家康在逃跑的时候下令放倒了帅棋 封城军无法找到他的位置 老乌龟那也不是浪得虚名好吧 这样做确实不怎么体面 但这就是家康作为一个老练的将领 高超的林郑指挥反应 在这种兵力悬殊的对决中 曾田姓村毛利盛勇 他们就算玩出花来 取胜的唯一办法 也只能是斩首行动 除掉德川家康本人 这个目标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达到 那么封城方就更没有可能翻盘了 曾田军士兵由于长时间作战 而疲惫不堪 士气低落 而这个时候 松平中职重新整顿了兵卯 攻取了姓村后方的茶旧山阵地 切断了曾田军与后方的联系 曾田军这个时候父辈受敌 再也无力支撑 渐渐陷入了混乱 而且曾田姓村本人这个时候 也已经身受多处枪伤 浑身是血 虽然都不是致命伤 但是严重消耗了体力 没有办法再骑马指挥作战了 所以就率领着残兵 退入到了当地的安居神社里面休息 打算具显而首 在安居神社中的姓村 因为伤痛和疲劳 已经开始一时模糊了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遥望大阪城 此时他唯一的愿望 可能已经只剩下 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够顺利脱鞋 到了下午四点左右 德川军终于攻破了安居神社 曾田军全军覆没 姓村本人被德川军的西伟中赤 砍下首极 终年48岁 天王四字战可以说是 封城家最后的决战 如果之前没有道明四字战 后腾击刺及其部队安好的话 也许结果会有所不同 但这也只是也许 天王四战败 曾田姓村战死 封城家已经三穷水尽 很快大阪城就陷落了 封城修赖不愿受辱 带领手下一干人等 全部自杀 并且放火自焚 曾田姓村的长子 曾田昌信 也在这里自杀殉主 十年十五岁 不过其实曾田姓村 并没有断绝家族和血脉 他的女儿阿梅 已经嫁给了片仓重甲 也因为和片仓家的联姻 曾田姓村的赤子 曾田守信 还有其他的三个女儿 都去了片仓家的领地 也许是消息并没有走漏出去 也有说法是 因为同样身怀大财但身不逢时的伊达正宗 因为欣欣相惜而帮忙斡旋 总之后来德川幕府 冷处理了和曾田姓村敌人的关系 也就没有再多的实际去追究他的后代 不过后来曾田守信 还是闹出了一场风波 因为在他成年之后 他出世仙台藩二代家族伊达忠忠 但他在家臣们众目睽睽之下 自爆姓名为曾田守信 这就捅了马蜂窝了 这个时候距离曾田姓村的战史虽然已经足足有25年 但是幕府不追究那是给伊达正宗面子 如果明目张胆的说你就是曾田姓凡的后代 那就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 幕府方也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动作 所以就下令开始调查曾田守信的家系 伊达家当时的确是以仙台方的立场明确表达过想要保全曾田守信 而且这个时候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宗父子俩都已经过世 真正痛恨曾田家的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调查的进展非常缓慢 但是德川家光死摇不放 这也能理解 虽然德川家光是一个比较宽容仁慈的守存之君 对他而言未必不能放过曾田守信 但家光绝不可能接受现在这种情况 那就是幕府中央发出的调查行动 竟然因为受到了仙台方的影响而进展缓慢 德川家光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真正完成了日本长久统计的稳定基础 他绝不可能接受这件事上有任何开倒车的迹象 伊达家也发现以仙台方的立场明言要保住曾田守信实在是过于不妥 于是转而求助于另一个曾田家 这是曾田信凡的叔叔曾田信龙的四子曾田信尹的家族 是德川幕府的起本家族 可以对幕府中央施加影响 在双方的努力下一份新的祖谱诞生了 说曾田守信属于曾田信尹这一支的曾田市 曾田信村的赤子很早之前就已经死在了京都 说他是在和其他的小朋友玩头死子游戏的时候被石头砸死了 这实在是武德过于充沛 听起来就像是泼水节的时候一不小心泼了汽油抽根烟的感觉 不过幕府想要的不过是伊达家的妥协 以及你们下面的人自己的张势得把屁股擦干净 既然伊达家已经放下身段求助于其本曾田家 也编造好的说法幕府也就没有再提出异议 顺水推舟卖了一个大人情 后来曾田信村的传承在仙台曾田市逐渐被公开 曾田信村不畏死亡以寡敌众 并且造成了敌军的重创 而且他的对手是结束了日本战国的枭雄德川家康 因此今天信村在战国爱好者里面备受推崇 他语言易经南部正成并列为日本史上的三大悲剧英雄 也被视为武士道的光辉象征 他被初代薩摩藩主誉为日本第一勇士 另一个更出名的美名是日本第一兵 据说是德川家康的瓦库 江户时代的史学家称其为战国时代最后的武士 成为日本战国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即使是后世有诸多美化 他的战争技巧和个人精神也足以进入日本战国顶级名将的行列 这里是巫女花善理 从日本战国开始的历史演绎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